兄弟们,我到喀什了啊,来看一下,钢子肉,哇,这个感觉啊,太棒了,这个怎么卖,说到二十五,大的三十,第一个呢,哦,还有,我看刚才还有鸽子汤啊,鸽子汤也有,鸽子汤三十,哇,太喜欢钢子肉了啊,喀什,我们来了。 这个画面,太美了啊,这个就是我梦寐以求的,喀什,钢子肉,来看一下啊,这是叫喀什的三环外,对面停的全是环卫车,在这边,哦,全是出租车在加气,这一排,全是卖钢子肉的。 早晨十一点,这是烧的小锅炉啊,这一天能卖多少关,一天吗,没两百个,两百个,哎,有几个品种啊,现在有一百个,几个品种,我说羊肉鸽子,还有哪些东西啊, 鸽子上方一百个,鸽子汤,放十个,哦,看一看,我们用本地羊,鸽皮,都是绵羊哈,嗯,这个就是,鸽子也本地的,羊肉也本地的,看一看颜色,啊,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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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个黄萝卜就是喀什本地的,黄萝卜也喀什本地的,酸奶香的,哦,来,给我来一口,啊, 啊,这个汤啊,太油了,塞了,一个这个,再来一个鸽子啊,好, 它是人喜欢吃鸽子啊, 嗯,就直接放在罐子里了,嗯,它这个小茶壶,是,一直去补汤,来看看,老式茶缸子,哇塞,这个是多少年,25,这个呢, 这个鸽子当三十,带一个呢,哦,这两个是50,55,55,嗯,小朋友长得真漂亮,嘿嘿,比格耶,是你爸爸吗?不是,是我表妹的爸爸,哦,嘿嘿嘿,这地方叫踏水什么地方? 啊,开始踏步在桥洞,桥洞在后面,哦,太棒了,太美了,这是本地羊,哦,就是缸子里的羊啊,嗯, 本地大绵羊,哈,这一只羊有多种呢? 100个,100个,100个罐子,嗯,嗯,哇, 来看一下,缸子肉,是怎么做的,这个一块肉有多种啊? 200克,200克,嗯,收到200克,打的呢,260克,哦,看看,45的,可以,有去就好看,我们刚才看到的啊,新鲜送过来的绵羊啊,切成这种大块,200克,一个缸子,卖25, 那你这一天卖200多个罐子,要卖五六千块钱了,嗯,对,对,这个茶缸啊,特别招人喜欢,特别喜庆,来看一下,现在其实也不过是,喀什的11点时风啊,早上是10点20天亮的,现在算是,喀什的清晨, 这个嘛,这个嘛,就是大的了,大的,这一块有半斤啊,260克, 这是半斤,哦,你们新疆讲公斤上,嗯,三十块钱,三十块钱一个拿,漂亮, 啊,这个真的是我的梦中情肉,我觉得啊,羊肉汤以这种形式展现出来,太完美了,漂亮,这个是干嘛的,口干的,哦, 哦,羊肝啊,嗯,哇塞,看着真是欲罢不能啊,这个是叫鹰嘴豆是吧,对不对,然后这边还可以加汤, 加水,要炖多久了,一个小时, 以前只在网上看过,喀什钢子肉,今天争争的是,啊,梦想照进现实, 太美了,太美了, 我们来看一下,烤竿子,烤竿子,哦,刚才碰的是盐水是吧,哦,哦, 这白花花的啊,就是盐栗子,香香香香, 加满水以后,炖一个小时, 这个是自己吃的啊, 这也是卖的吗,还是自己吃的, 没的没的,卖的啊,这个多少钱一封呢, 十块钱,十块钱啊,嗯,那我们也搞一个哈, 我们也搞一封,好, 来,看一下,我们搞了两个汤啊,一个是小凤的羊肉, 一个是鸽子,喀什大雄鹰,哈哈哈哈,这个太照人喜欢了啊, 这个是羊肝,烤的这个香味,隔着屏幕里面有没有闻到, 哇,就是肝的那种鲜香味,加一点点盐的味道啊,这个太棒了啊, 来尝尝,钢子肉, 哇,怎么形容这个味道来啊, 这个真的就是食材的味道啊,我们刚才也看了, 除了鹰嘴豆, 还有这个喀什的黄萝卜, 是叫色满香的黄萝卜, 还有一点皮牙子,再加一点点盐, 别的什么都没有,这样喝会不会会烫啊, 啊,舒服舒服啊, 喀什的清晨,来一碗钢子肉,这个感觉太棒了啊, 这一大块羊肉,看,哇,25块,太美了, 哇,